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卡夫卡作品的热爱者和研究者来说 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非常难懂的小说 这篇小说呢在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中也有提到 村上在书中借着大导先生之口说 那是我喜欢的故事 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作家 但是除了卡夫卡之外 谁也无法写出那样的故事 这句话吊起了我的胃口 所以我就去找这篇关于奇怪行星机器的故事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再留放地 读完以后啊 发现这真是一篇极其隐晦 而且值得咀嚼的小说 集中精神 让我们一起进入卡夫卡的异想世界 在留放地讲述的是一位旅行者在留放地的故事啊 小说的主角从头到尾就叫做旅行者 没有其他的名字 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从外地来的人 这个旅行者呢 他是一位法律的考察专家 他考察各地的法律风俗 他显然因此来到了这个留放地 留放地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一个犯了重罪 被判处流放之行的人 从家乡被流放到偏远的文明世界边缘的地方 当你跟随着旅行者来到了这块留放地 意味着你正处于世界的边缘 至少也是在文明的边缘 旅行者到达的时候 这块留放地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很重要 当地老的司令官死了 而换上了一名新的司令官 新的司令官呢 知道旅行者来访啊 就邀请他参观一名犯人即将被处刑的刑罚过程 到了行刑的地方 旅行者发现那里摆着一座奇怪的处刑机器 有一名军官负责管理这部机器 另外一名士兵在一旁服务 当然还有一名即将要被处刑的犯人 故事就发生在这几个人之间 这位掌管机器的军官 他非常热情 非常兴奋地要向旅行者展示这部机器 何等的神奇何等的完美 他是这部机器的崇拜者 军官还特别介绍 这部机器呢是老司令官发明的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设计 去发明这部完美的行刑机器 这部机器究竟有多奇怪呢 他是怎么将犯人处死的呢 卡夫卡在书中这样写道 行刑机器分为两层 下层是一张厚厚的棉花床 犯人要被剥光衣服 面朝下的趴在那里 和床平行的上层 则是一部奇特的绘图机 绘图机下面突出了许多钉耙 就是用钉耙来画图 比如说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机器就会把你的罪名 透过这个绘图机操作的钉耙 刻在你的身上 这个机器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你不妨先记住这个机器的模样 我们接着讲故事 未来的旅行者很好奇地问军官 这个被处刑的犯人到底犯了什么错 是用什么方法审判的呢 军官呢很大方地回答 我告诉你啊 这个犯人是个仆人 他的职责是每天要来守夜 有一晚他守夜的时候睡着了 被长官发现 然后他的长官就打他 他却没有乖乖地接受长官的责打 还拉住长官 甚至威胁他的长官 然后他的长官告到我这边来 我就判了他的罪名 他的罪名是什么呢 就是要尊重你的长官 旅行者听了以后觉得很不对劲啊 他追问道 可是你不必问一下犯人的说法吗 你不必听取一下别人的证词吗 只要听长官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判决了 军官理直气壮地说 如果去问这个犯人 他一定会否认 之后我还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揭穿他的谎言 但不需要这样做 由此可见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流放地 是不讲程序正义的 只要你被认为有罪 那就是有罪 旅行者心中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他觉得这个地方真是个落后野蛮的地方 法律的程序如此草率 不过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紧接着故事的重点又回到了那个机器上 军官很兴奋地提起 在以前啊 老司令还在的时候 每次要行刑 附近都会有很多人来看 老司令呢 亲自主持行刑 而且在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看着非常津津有味 为什么大家要对这样一个复杂 而且有点荒谬的行刑机器那么感兴趣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军官呢 想展示这个机器 他就把写有那个犯人罪名的图板 放入了机器里面 然后就开始行刑了 不过就在这时呢 被绑在机器上的犯人突然呕吐起来 把机器吐得一塌糊涂 军官呢 气得不得了 因为在过去啊 犯人行刑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 新的司令官同情那个犯人 给他吃了东西 导致那个机器被呕吐弄脏了 所以无法马上行刑 军官只好用语言描述给旅行者听 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行刑的 在行刑的过程中 一共要花12个小时 在前6个小时 犯人会非常的痛 犯人的背呢 被刺得流出血来 旁边的人要帮忙用水冲 把那个血水冲掉 让犯人的皮肤保持干净 然后继续嗑 在这个极度痛苦的6小时中 很奇特的一个事情是 犯人居然还会有食欲 所以这个机器呢 还有一个装稀饭的热锅 在那里让犯人趴着喝稀饭粥 非常奇怪的是 在嗑了6个小时之后 事情发生转变 6小时之后 犯人开始不痛了 转而进入一种 非常快乐和幸福的状态 为什么他会感到快乐和幸福呢 因为此时的犯人理解了整件事情 他明白了 他所承受的痛苦 原来就来自于 那个机器在他身上 所刻写的罪名 于是犯人的心情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他开始努力想要解读出 背上正在刻写的罪名 这样又花了6个小时 终于犯人确知了 刻在背上的罪名是什么 就在犯人知晓背上罪名的同时 一枚长针会从机器上落下 杀死他 这时候行刑也就结束了 这部伟大 完美的机器 会在12个小时的行刑结束之后 自动地把犯人举起来 丢进大篮子里 警官热心地说得口墨横飞啊 旅行者却从心底里惊讶 我的老天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野蛮刑罚 犯人首先没有公平的审判 不管是什么样的罪 都受到同样的刑罚 最后全部地死掉 作为法律顾问的他 暗自下的决心 一定要去劝告新司令官 废除这样的错法 军官好像看穿了他的念头 他知道新司令官派旅行者来的目的 就是要借由这个外来人的建议 彻底地废除刘芳帝这种刑罚机器 军官很激动地拉着旅行者说 可是你不了解 在老司令官精心地设计下 这部行刑机器是一件多么棒 多么精巧的东西 以前行刑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来看 看那个犯人到最后脸上 所呈现出来的幸福的光芒 等你真正看了行刑的结果 你应该会支持我的 他还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样吧 最好的办法是 我们来演绎出戏 让司令官误以为 你就如同他所想的那样 很讨厌这个行刑机器 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 当司令官问你 觉得怎么样啊 你就如实地告诉他 这个行刑机器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但是旅行者 却拒绝了军官的提议 他也拒绝支持行刑机器 军官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说 好 那时候到了 是时候了 紧接着他叫犯人 从机器上起来 对他说 你走 你自由了 然后他开始脱 自己身上的衣服 然后拿了一张图板 给旅行者看 问他是否看得懂 上面的文字 旅行者还是看不懂 军官说 上面写的是 要公正 然后军官把那张图板 放进了机器里 把自己剥光了 换成他去躺在 那个行刑的机器床上 然后机器动了起来 军官代替犯人 示范了行刑机器 因为他要让旅行者 看到这个行刑机器的 神奇之处 既然旅行者认定 他在审判上不够公正 所以他得到的罪名是 要公正 机器开始运转 起初非常顺利 然后原本 叽叽嘎嘎的声音 突然没有了 紧接着 一个齿轮 蹦的一声跳了出来 简直像卡通画面 一个齿轮 一个齿轮地飞出来 最后整个机器 彻底瓦解了 两根巨大的针 将那个军官 钉死在床上 那本是要到 最后才降下来的大针 突然掉下来 把它钉死了 旅行者吓了一大跳 可是也别无办法 之后就匆忙离开了 在路上 他特地去看了 老司令官的坟墓 这座坟墓呢 藏在一家店里 而且还是要把椅子 挪开才能看得见 然后旅行着 跳上船 永远地离开了 这个地方 小说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 很奇怪的故事 到底在讲什么呢 为什么要讲 这样一个故事呢 在网上啊 大部分的说法是 在流放地的主题思想是 国家的异化促使了 国家机器成为 专制暴力统治下的 恐怖血腥的工具 但真的是这样吗 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有许多细节说不过去啊 为什么在过去 有那么多人享受于 观看这12个小时的 行刑过程呢 为什么犯人在6个小时之后 会感受到快乐和幸福呢 卡夫卡到底想说什么 在分析之前啊 还记得我们开头 提到的另一本书 《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吗 其实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 写了一个 对再流放地的解读 虽然是用 非常灰色的语言去描述 但如果我们仔细 认真的去思考的话 还是会浮现出意义的 田村卡夫卡和大岛先生 在书中讨论再流放地 大岛先生说 与其说卡夫卡想说明 我们所处的状况 不如说那是想将复杂的机器 做纯粹的机器化的说明 也就是说 他借着这样做 而能把我们所处的状况 比谁都更生动地说明出来 不是借着说明状况 而是借着述说机器的细部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段话 《村上》在这段话中两次点名 卡夫卡不是用这篇小说 说明我们所处的状况 意思是这篇小说 不见得是把行刑的机器 隐喻成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官僚体系下的权力机构 它不是在说明当下的社会现状 它有更深的含义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村上认为是述说机器的细部 村上觉得读者不一定会懂 所以它隔着两段 让田村卡夫卡又讲了一次 关于卡夫卡的小说 我的回答应该是得到它的肯定吧 多多少少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话 却应该还是没有传达好 我那样说并不是以对卡夫卡的小说一般论来说的 我只是对非常具体的事物 做具体的陈述而已 那复杂又目的不明的行星机器 在现实的我们身边是实际存在的 那不是比喻或预言 不过不只是对大导先生 不管对谁以什么样的方式说明 大家大概都无法了解 这段话中 不管对谁以什么样的方式说明 大家大概都无法了解 这句话是挑衅 村上这句话的意思是 无论我用多直白的话说 你们就是读不懂 无论是卡夫卡还是我的书 你们读不懂的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不行 作为读者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要想办法弄懂 村上到底说了什么 回到这段话中 仔细看 他还是在否定 这部行星机器是比喻或预言 村上透过铁存卡夫卡 想表明他的看法 卡夫卡借由描述这个机器 而不是描述状况 反而更清楚说明了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处境是什么呢 为什么犯人一开始 不知道自己的罪名 而想要依靠不断的痛苦 来读出自己背上的罪呢 仔细想想啊 这个机器像不像我们在面对命运时 最具体的一种感受 换而言之 人的一生不就是努力想知道 命运在我们背上究竟刻写了什么吗 卡夫卡认为我们最重要的遭遇与经历 就是不断地承受各式各样的痛苦 挣扎着想要了解自己的命运 然而如何才能了解我们背上究竟刻写了什么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经过长期的痛苦 只有在痛苦中才能慢慢地理解究竟什么东西被写在我们的生命里 或者用命运的语言来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地了解自己的命运 等到一切都来不及改变的时候 你就知道命运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是在流放地那个复杂但又不知道用途的机器中 最主要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里 新旧两任司令官有着不同的思考逻辑 老司令官的那一套逻辑是一种命运的逻辑 是人类生命中整体的一种逻辑 而新的司令官也包括这位外来的旅行者所抱持的信念 则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系统 这两套系统是无法并容的 它们两套系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公正概念 从命运的逻辑看 公正在哪里 它唯一的公正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名 而且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受刑 都是到了最后的时刻才能了解被揭露的命运 命运无所谓公平不公平 唯一的公平就是在你和所有人都一样 到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 就会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命运啊 不得不提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的整本小说 就像卡夫卡笔下在流放地的巨大机器一样 在每个人背后刻写着马孔多的命运 这本书的结尾 当第六代奥雷里亚诺生出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小孩 猪尾巴的小孩被蚂蚁抬走了 小说真正的终结 不是布恩迪亚家族的断面 而是奥雷里亚诺突然意识到 所有这些事情早已写在基布赛人留下的遗稿里 这个百年来注定孤独的家族 所有人都在挣扎着试图摆脱命运 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想要摆脱命运的每一个决定 最终都阴差阳错地促成了预言的实现 下期